3月18号是纽约市强制餐馆取消唐食的禁令正式生效的第二天 纽约华人区的商业愈加冷清 但商家们在网络上却相当活跃 他们组织了互助微信群 以便及时分享疫情消息和最新的法规 一个名为纽约商家团结起来的微信群 在一个上午就聚集了200多名成员 群主杨龙在法拉盛经营餐馆已有5年 唐食禁令生效之后 他只保留了后厨和外送人员上班 通过自送和与外卖平台合作的方式 尽力维持生意 但一天下来他们也只能卖出六七十单餐点 还要向外送平台讲大抽成 杨龙说法拉盛大部分的小商家和他一样 都面临防租柜且在疫情特殊时期入不敷出的情况 因此他组织了这个微信群便与商家们交流 疫情动态租金变化商业政策调整等 同时也就安全问题相互提醒和守望 在法拉盛地区不少商家已经暂时停业 关闭的店铺没人看管 仍在营业的店铺员工也大幅缩水 都可能面临安全隐患 而同样关心安全问题的也有普通民众 近两天来 纽约市和长岛的各个社区都分别成立了 自己的守望互助微信群 以便华人在遭遇罪案或其他突发情况时 由邻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家住长岛大进的李女士 是其中一个微信群的发起者之一 她说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恶化 华裔被歧视甚至被攻击的新闻不断被爆出 网络上也流传着一些不法分子 称疫情之乱进行犯罪的消息 尽管这些消息并不完全属实 但给民众造成了一定的忧虑 因此大进的民众决定成立互助微信群 为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假设出现什么问题 报警的话 那出警一般是五到七分钟 那可能就如果是我自己对门的邻居 隔一条街的话 我可能开车过去也就是两三分钟 那我当然不可能像警察那样 携枪入门什么的 对吧 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可能 也就是协助这个邻居 协助他报警 二个就是我们要开车过去 可能会在他家周边鸣笛 这样的话起到一个组合的作用 李女士说 目前他们已经建立了大景南区和北区两个大群 每个村甚至街道还有自己的小群 居民可以在小群里备注自己的大致住址 方便在特殊情况下零礼失旧 我们的家庭住址模糊 但是把那个路段会写清晰 如果在有邻居在群里边呼救SOS的话 他就需要把他自己具体的门牌号那个数字给加上来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两个数据 就是他的具体数字 加上他之前提供的路段 那我们就能够准确得出他家地址 李女士说除了守护安全之外 他们也呼吁民众在本人或亲友确诊新冠 或判定疑似的情况下及时在微信群上报告 以便接触者隔离 同时邻里在这样特殊情况下也会给予帮助 一个是就是要求信息公开透明 二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去帮你 就是比如你家在哪 你肯定是全家隔离出去 我们就送水啊送菜啊 我们邻居就帮你来把生活的问题解决 我收到这个阶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